接下来我们学习逻辑飞 逻辑飞是一个DEMO印算符 也就意味着只需要连接一个表达式就可以 又称之为一元印算符 即参与印算的表达式呢只有一个 表达式A前面加一个改代号当中 如果A的值为真的时候 表达式的结果为什么呀为假 也就同理如果A的值为假的话 那么整体表达式的值就为真 所以如图所示 第四行定义一个整形的变量X 首先从终端输入一个值 保存在X变量当中 然后紧接着拍断 一否改代号X 也就是取反 好如果整体式子为真 则打印等于0 否则就打印不等于0 那么所以最终 如果你输入的是0 那么最终取反之后 那么表达式为真 就会打印等于0 但如果输入的是非0 比如说负1 5 这样的数字的话 那么最终取反之后是为0的 就执行的 就执行的else不等于0 这就是逻辑非它的用法 大家就记住一句话 逻辑非就是 原本的表达式如果为真 整体为假 原本的表达式如果为假 整体为真